那我就看这一次 其他还有没有 我还不知道了 你还小心眼啊 特别爱吃醋吗 除了吃这个学长的醋 还吃过谁的醋啊 我就是 有时候跟男生在一块嘛 然后他也会反正不乐意 就跟一个保镖似的 没听懂 就是你看就是还这个事 就是第二天 然后场地不是披下来了嘛 披下来之后 然后我就想着 怎么着也得过去看看吧 或者帮帮人家忙什么的 反正不能不露面啊 然后我就过去了 然后他就一直 就是紧身地贴着 一直跟着 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的 你谁都不能动 我当时去了 我是以一个主席的身份过去的 你怎么着 又得给我一个面子呀 干啥去了 我就是不希望他跟其他男的 接触 这不是正常的交往吗 正常交往 该叫什么叫什么呗 成功那么亲密干嘛呀 叫的啥呀 就叫了个梦梦 哦 小明 最后一个字是梦是吧 就叫梦梦是吧 哦 然后你觉得受不了了 对啊 挺好的呀 分手吧 你干嘛呢 我跟他提过 他不同意 不同意就不能分了 嗯 他其实有时候对我也挺好的 啊 说说的都好吧 就是 就是有一次他们出去实习嘛 嗯 实习可能需要半个月吧 当时我反正我就跟他 发了个消息 我说想你了 然后他第二天 我也不告诉我就回来了 你恐怕也没告诉 实习单位老师吧 跟老师请教了 还有什么对你好啊 嗯 平常 其实有时候让我生病了 或什么的 也会买药啊 其实有时候 事实还想你挺周到 说白了是舍不得 是吧 是 但是男生身上 又有这么多的缺点 又受不了 既舍不得又受不了 于是你的诉求是 希望老师们帮你修理它 对 是吧 一起进入新疆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小刘你好 你好 你有爱好吗 就比如像他喜欢打排球 你有吗 喜欢球类运动吗 平常在学校会跟我不错同学 打打台球什么的 哦 打台球 对 你又打不进国家队 你打台球干嘛呢 男生和女生 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 并没有一个会高高在上 他的爸爸妈妈生养他二十多年 不是为了给你做牛做马当保姆的 给你姐姐买饭 给你洗衣服 照顾你的生活 这是他心甘情愿 因为爱你去做的事情 既不是欠你的 也不是挨你一头 你懂吗 懂 但是你不是这样做的 而你对他脾气暴躁 踹这个 扔那个 冲到我面前大喊 穷妖巨呀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让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或者面对他的时候 表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 为什么要那样去对待一个 爱你的女孩呢 她肯定是爱你的 不然你做的那些事 换一个女生 今天来这现场就不会说 我想请老师帮我治治他 咋治啊 我们也不是大夫 我觉得要治的是你 他做的那些事情 你愿意啊 你老说他不哄你 因为你不用哄就会好啊 所以是不是你的状态 也放纵了他的那些行为呢 所以我觉得男孩 你要真切地调整 你自己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 换做任何一个女朋友 都是受不了的 但是他愿意跟你继续走下去 你能改吗 我能为他改 你能做到哪些 你说说我听听 我可以 把脾气收一收 然后呢 这都委屈都快哭了 你特别委屈吗 我说的不对是吗 不是委屈 那是什么 还是觉得我说的不对 是觉得对不起的 对 所以我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 好好地珍惜他 我就想跟孟蒙说 如果这个男孩愿意调整 愿意改 你看他现在真的非常真诚 我相信此时此刻 他是真的在抱歉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用最好的自己 去迎接那个真正疼惜你的人 好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紫妍老师